蔡教授您好 在我發問之前 您有沒有想要對我們台灣人說什麼 我想剛剛主持人有講 如果台灣人現在不是奴隸 那什麼叫奴隸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是所有台灣人 目前應該要冷靜下來 好好想一想 就是台灣的歷史從過去到現在 從日本殖民 後來換成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來台灣 也是繼續殖民 也沒有從來 就是沒有給住在台灣這些公民 投票來決定說 台灣到底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所以你剛剛有問到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如果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即使是國民是中華民國 照主權國的sovereign state定義 聯合國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 但是台灣現在國際上是孤兒 要加入聯合國也不行 不管是用台灣也不行 用中華民國也不行 所以台灣現在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主權國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都告訴我們說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進黨就講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國黨中國國民黨 他就講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實兩個都不是 所以台灣人民自己要知道 我們台灣還不是一個真正的主權國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先稍微打岔一下 因為網路上非常多人在提問 就是台灣等不等於中華民國 還有就是台獨是不是過時 那這個這樣子的語言 其實已經不是在邏輯上去玩弄了 英文有個字叫Oximoral 就是說其實有點像是似是而非 所以到底他們是真的認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他們是站在什麼樣子的角度去說這樣的話 或者是說台獨又如何過時 所以這個要給大家一個比較清晰的邏輯分析 我覺得會有幫助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我們應該先了解台灣是不是獨立 台灣如果台灣從來都沒有獨立 台灣獨立怎麼會過時 那現在就是說台灣有獨立過嗎 191895年對不對 中國那時候是清朝跟日本打仗 中國的清朝政府打輸了 把這個台灣澎湖跟周邊的這個內島都割給日本了 變成日本在台灣澎湖進行殖民統治 那時候就是日本在統治啊殖民統治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戰敗了 戰敗這個同盟國了 日本就投降的時候 到1951年啊 明確在簽訂舊金山合約 放棄台灣澎湖跟這些小島的所有權力 變成換中華民國那時候是從中國被中國共產黨打敗仗 把軍隊都搬到台灣來嘛 來了以後就軍事戒嚴 這樣子台灣有獨立過嗎 戒嚴的時候只要你主張台灣獨立就抓去關起來 就抓去槍斃 所以日本時代當然不肯獨立來 因為那時候已經割給日本殖民統治了 日本戰敗以後 又被這個中華民國代表盟軍來台灣接 應該是接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而已啦 後來因為在中國被中國共產黨打敗 他逃亡來台灣 所以這一段我稍微補充 現在很多人聽不到他懂 什麼叫代表盟軍接受台灣